今年六十一歲的鄭靖元 去年底覺得自己身體不適 輾轉到各科檢查 才發現自己罹患大腸癌 有時候感覺會自主通通的 大便了之後 有時候好像很急 然後去廁所又解不出來 最後如果解出來就 那邊變細細的 我沒有再注意 就是說大便沒有 擦屁股沒有 沒有說有有血便 我想說可能不要緊 那之後一診療就這樣了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台灣每十萬人中 就有四十五人罹患大腸癌 發生率居全球第一 大腸癌是指我們大腸的 腸連膜的內臂的細胞 產生了癌症的病變 那什麼原因會引起大腸癌呢 那有少部分大腸癌的病人 跟家族有關 也就是說他的家族有遺傳一些 容易產生大腸癌的基因 那這是少部分 那大部分是什麼原因呢 或許跟我們的這個飲食的西化 包括油脂的食物啊 然後有一些比較容易產生 這個癌細胞刺激的這個食物 這個動物性的這個紅肉 這個可能也是有一些相關 當我們發現自己腹部有摸到腫塊 還有就是排便習慣的改變 甚至是這個大腸排出來的糞便裡面 前血反應 也就是我們國劍局每年做的這個 這個糞便前血反應有陽性的時候 那就應該要來這個醫院 找醫師排除掉是不是有大腸癌的可能性 大腸癌患者普遍為高脂肪 高膽固醇低纖維 而且少運動的人 初期沒有什麼症狀 當患者感到腸道阻塞 出血的時候 往往已是後期 鄭先生是我們這個醫院診斷的一個 大腸癌第四期的病人 那他已經有轉移到肝臟去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能做的就是說 以目前最新的治療的準則 就是先用引導性的化療 就是先嘗試使用化學藥物治療 那他的目的呢 不只是他延長他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看這個腫瘤能不能縮小 那能夠縮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手術的切除 這樣病人才有痊癒的機會 所以目前為止鄭先生呢 就開始使用這一個 標靶藥物叫化學治療 那治療了三個月之後呢 腫瘤指數有下降 然後腫瘤有明顯縮小 我們預計會繼續治療 那治療到一個可以開刀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採取手術的治療 我們醫院有這個中醫的醫師 那接受這個化學治療呢 會引起血球低下 然後還有這個手 還有手還有腳的這個末端 這個神經病變 會造成麻木不舒服的感覺 還有這個嘴巴潰瘋啊 耳心呕吐 那我們這邊的中醫師呢 我們會照會中醫師 然後中醫師過來幫我們調整一些 這個中醫的用藥 然後來減緩這個血球低下 還有這個手還有腳的這個神經病變 還有耳心呕吐的情況 那我們會請中醫師一起來幫我們做治療 鄭先生在醫師的建議之下 採用了中西醫核治的方式 既能幫助患者增強免疫力 抵抗壞細胞侵蝕 也能降低西醫治療時的副作用 明天很正常 啊 不是 其實